他们是一支有着65人的年轻队伍 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30岁 他们是公司对外服务的第一道窗口 他们是对内联系的核心纽带 他们用最真诚的声音 提供7×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支持服务 他们就是运行中心客服在线服务 在线服务部承担着中国民航信息系统的 一线客户服务支持和公司各业务系统的总值班工作 为国内外航空公司、机场、代理人 提供7×24小时不间断的客服支持服务 年均处理各类服务需求85万一次 开展客户培训数百次 培训民航从业人员数千人 在线服务部团结进取、开拓创新 在工作中语获殊荣 曾多次获得全国最佳呼叫中心 五四红旗团支部等奖项 2012年获得全国民航五一金国标兵港 全国五一金国标兵港荣誉称号 2011年在线服务部经过科学调研和需求征集 便向国内外代理人和航空公司推出客户服务支持平台 实现了客户自助提取历史记录的重要功能 大大提升了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 成为公司二次创业的标杆 此项目提升了部门的服务能力 降低了人工成本 提高了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 实现了服务创新 客户满意度大大提升 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在线服务部女职工 永挑重担甘于奉险 总值班岗位人员中 女职工占60% 她们充分发挥女性全面周到 四倍缜密的性格优点 用优质的服务为部门增光天才 这支年轻的队伍 不仅在平时工作表现突出 更为重要的是 在各种特殊时期 为用户提供了更加及时便利的服务 每逢佳节团圆的日子 这里却是灯火通明 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坚守一线岗位 每一个节假日 每一次重大政治事件 每一次国家级盛会 背后都有在线服务部 每个员工的辛勤努力 她们用她们的热情 用她们的勤劳 保障了重要时期的旅客出行 在线服务部是一个女职工为主的部门 她们爱港敬业 无私奉献 锐意进取 在平凡的岗位上 尽显巾巾风采 图写着动人的篇章 在今后的工作中 必将乘风破浪 一往直前 我们会一如既往 为航信的明天 贡献我们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